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乌龟经说他的老巢里面还有一枚灵果 难不成那灵果没和金子放在一起吗 又必带八男子兄弟两人 把那两箱子金子搬到大厅里面 然后又把这尸门重新地给关上 张凡在大厅里面打亮了一眼 便去到卧室 在卧室床头柜上面 正白放着一个小墨盒 张凡把墨盒拿起来打开后 正看到一枚灵果躺在其中呢 张凡把那枚灵果拿到客厅里面 放在两箱金子旁边 这些个东西咱们分一分吧 又必带八男子 他们四个人急忙是连连白手 自来犬男子开口说 小先生 这乌龟精是您给除掉的 而且如果没有您 即便是我们进了山洞 也找不到这个洞穴 五年前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没有来过这里 所以这一切功劳都是属于您的 这些个东西 理应也都应该归您 你把我们把乌龟精给除掉 还了我们自由 救了我们的性命 我们已经是非常感激了 哪里还敢要东西啊 另外三个人听了 都是附和着自来卷的话 连连点头 张凡看了眼四人 哑然一笑 你们在这里待了五年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心中那份正义 是为了让无辜人不再受到伤害 我也是因为这个才会出手 所以呢 谈不上是帮你们的忙 可就算您这么说 但如果没有您 我们就找不到乌龟精的巢穴 只是事实啊 所以这乌龟精老巢里面的东西 理应全都属于您 自来卷男子仍旧坚持 看着几人坚持 张凡只好是说道 好吧 那就依你们所说 这些个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那既然都是我的 我就有权力分配了 你们拿走一箱金子 剩下的一箱金子 还有这枚邻国 都是我的 这 四人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 都是面面相去 我的东西我说了算 张凡的语气显得十分坚定 你们四个人要怎么分 那是你们的事 这个我就不管了 从四人面相来看 几人家庭都不算太过富裕 如果这五年 他们不在这里 看守乌龟精 凭他们的本事 即便不能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 也不至于这般清贫 在张凡看来 这是四个人应该所得的 最后 那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 又比带八的男子 那带八男子 正是他们几个人的主性骨 好吧 既然张先生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收下 我们兄弟四个 在这里谢谢张先生了 又比带八男子 对着张凡公身抱拳 其他三人亦是如此 满脸感激地 对张凡说了一句谢谢 张凡把乌龟精的躯体 拖进大厅里 这也算是兑现了他的诺言 而后 几人便不再逗留 一同下了山 然后众人直接便到了一家 连锁的金店 把两箱金子都给卖了 又比带八男子 他们那一箱子 卖了一千三百万 而张凡售里面这一箱 则卖了一千三百五十万 中午的时候 几人一起吃了个饭 便是分开了 张凡几人 一同返回酒店里面 张先生 您给我的钱也太多了呀 萧冲拿着手机 到了张凡身前 有些不知所措 此刻 萧冲的银行卡里面 多出了五百万 你的工资有限 现在又交了女朋友 要买房 要买车的 需要用钱 这次你帮了我的大忙 这是你应得的 这钱呢 咱们两个人一人五百万 小宁和灵灵两个人 一人一百万 剩下的一百五十万 我打算捐出来 萧冲还想再说什么 但张凡却直接打断了 什么都别说了 咱们一会儿出发前往青乱村 准备一下吧 对了 你们一会儿把卡号给我 我把钱给你们转过去 随后 张凡又看了看 段凌凌和小宁 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我们 我们在这件事上 也没出什么力 是钱不敢分给我们的 两位大美女 陪我们出来闯荡江湖 也不容易 收拾吧 两人都想再继续拒绝 张凡直接把他们给打断了 再次跟他们解释了一番 但两人都觉得 拿这个钱心中有愧 有些不太合适 最后 两人都决定 把张凡给他们的一百万 也如同那一百五十万一样 都给捐了 既然两个人做了决定 张凡只好是答应 这个也是基因德的好事 四人把东西收拾好了以后 在各自房间里面休息了一会儿 到下午三点的时候 几人租了个车子 准时出发前往青乱镇 大约下午四点 四人已经到了目的地了 青乱镇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比不上县城 但比一般的乡镇都是要强得多 青乱镇是著名的皮毛交易市场 已经有了一些颇具规模的商业街 所以张凡他们所住的酒店倒也还是不错的 他们开的是一间有三个卧室的套房 张凡和萧冲一人一间 两个女生住一间 毕竟小宁需要人保护 便需要有人和她住在一起 先生 咱们直接出发前往青乱村嘛 萧冲从房间里面出来以后 看着鞋铐在藤椅上面的张凡询问 今天太晚了 明天再去吧 我看真医院门口有几个老头在闲聊 看他们的年纪 知道的事情应该很多 咱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一些个 关于青乱村的情况 说不定还能有一些意外收获的 行 那就按照您的意思办好了 萧冲说罢了 满脸堆笑 凑在张凡的面前 张先生 我把我头这五百万的消息 告诉了我媳妇 我媳妇高兴坏了 现在正在看房看车呢 他说话的时候 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 我媳妇啊 让我好好地感谢你 哦 什么时候可以喝你们的喜酒啊 这个 应该应该不远了吧 等我回去 我们商量一下 顶个日子 行 两人刚刚聊完 段凡凡和小宁两人 便出了房间来 张凡把想法和他们两个人说了一下 四人便一起出了房间 当他们到了一楼大厅的时候 一道熟悉身影 映入他们的眼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赞留言